后港一到一座祖屋出现肺结核感染群后 居民的生活照常进行 不少居民表示并不是非常担心受感染 这座位于后港的祖屋 共出现了四起肺结核病例 来自国家传染病中心的人员 正挨家挨户对这里的大约200户住家 进行家访 以进行宣导发放传单 希望让更多居民进行肺结核检查 医生表示四起病例住在同一座祖屋 但是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联系 国家传染病中心的家访工作 将一直进行到星期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